感谢主的恩典 诗篇真是非常的美好 这边讲到说 他说至于我 我就像神殿中的亲感人 我要在神的殿中 就是亲感人 我要永永远远的 依靠神的慈爱 哇弟兄姐妹 这些是多么的美好 我要在神的殿中 像亲感人 弟兄姐妹感谢主 你一直的活在神的殿中 你一定就像亲感人 那意思就是说 他意思就是说 你就是到了年老 你还是要发望在上帝的殿中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别忘记 每一个礼拜 你一定要到主的面前 那你要晓得 你每一次进到神的殿中 你的生命 就会不断不断的被眺望起来 你要成为亲感人 亲感人 上帝祝福你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 靠主喜乐 我们一起来读三章 第三章 菲利比书三章 只有读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把这话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 与你们却是妥当 再读一次 弟兄们 我还有话说 你们要靠主喜乐 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 与我并不为难 与你们却是妥当 保罗在监狱里面 他说 他说你们要靠主喜乐 他说 与我并不为难 他其实是很不容易 你知道 靠主喜乐 是rejoice in the Lord 那就是在主里面 喜乐的意思 那你知道 在顺境的里面 其实要喜乐 要快乐 是不是太困难 那我记得 我第一次跟如临约会的时候 哇 你知道 我们一起吃晚餐 我们就 一直谈了 谈到 八点多 人家都要关门了 我们就到台大的校园 我们去散步 走回来 然后就送他回家 弟兄姐妹 我就记得 哇 我骑摩托车 那时候骑摩托车 在半 已经十点多 已经很晚了 那我们骑着摩托车 心中好喜乐哦 那这个很喜乐 弟兄姐妹在顺境的时候 要喜乐 真的不需要依靠神 也可以喜乐 但是弟兄姐妹 在人生当中 不一定常常都 在那么顺利的环境里面 很多的时候 都是在困境的当中 是不是 在困境的当中 但是 像神一样 把一种喜乐赐给我们 这种喜乐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记得 耶稣曾经对门徒说 我把我的喜乐赐给你 弟兄姐妹 这个喜乐是什么 就是在患难当中 仍旧可以喜乐的 那个喜乐 弟兄姐妹 这个喜乐 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喜乐 这种喜乐 可能是在流泪的当中 所带出来的喜乐 这是你经历过了以后 你才会知道 照着我们的本性来讲 在天然的感受里面 是不能喜乐的 可是但是在主的里面 却会有一种很特别的经历 就是好像那个喜乐的 像浪潮一样 这样滚滚的进到你的身边的里面 弟兄姐妹 真的 当我弟那时候还很年轻 教会发生了一些 我们的拆绘 我们的mission 我们的拆绘 发生了一些问题 我们就 所有的服事的人 就好像也是纷纷离析了 那我也被迫离开 我所建立的教会 那时候那个教会 是我去开拓的 我去开拓 那只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已经有八十几个人聚会 但是我却被迫 我必须离开 离开我的服事 那当然那时候也不想要怎么办 那所以我就非常其实非常的彷徨 不知道下一步要怎样走 那时候还年轻 也不知道到底要怎样来依靠神 那弟兄姐妹感谢神 在有一次 我还是每一天就这唱诗祷告 来寻求神 来依靠神 来亲近神 我们希望上帝 这主耶稣基督 能够再继续的来安慰我的心 让我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那弟兄姐妹 你知道那一天 我就有一首诗歌 在我里面就出来 这首诗歌就是 你是我的异象 我唱给你们听 令我的心爱主 你使我异象 为你使我一切 他皆许还 百中火黑夜 我追天时想 心中火安息 你使我光亮 当我一直在唱 你是我心爱的主 你是我的异象 当我唱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弟兄姐妹 我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 而我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失去了我的老师 失去了带领我的人 我也失去了我中上的弟兄姐妹 我还可以寻找什么呢 弟兄姐妹 感谢神 那一天主安慰我的心 他说人可以离开你 我永远不离开你 我永远是 你的老师离开你 但是我就是你的老师 我会带领你 弟兄姐妹 这是最后一首诗 这一首诗歌最容易解说 诸天之君尊 你为我奏开 使我充满天乐 充满我心 你使我充满天乐 充满我心 你使我充满 无论何遭遇 有你在藏全 人使我一乡 弟兄姐妹 感谢神 那个邪恶的浪潮 就涌进我的里面 虽然我一直流泪 在那边告诉我们说 诸天的君尊 在为我奏开哥 弟兄姐妹 感谢神 在你最困境的时候 也许你觉得 最软弱的时候 你觉得好像被弃绝 你被冤枉 或者是 你被 你被 许多的事情 好像捆住 好像不知道怎样走 弟兄姐妹 诸天之君尊 我们的主 在那边为你 做开哥 弟兄姐妹 还有什么 比这个更好的事情呢 弟兄姐妹 但愿你能够经历 这个暗中的快乐 暗中之光 另外一个是 他说 他是我们暗中之光 也是我们 忧忠之乐 在忧愁当中的喜乐 你如果经历 这个忧忠之乐 你就会看见 那个瞬境当中的喜乐 是没有办法 可以跟这个相比的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在忧愁当中 超自然的祝福 就是叫我们可以靠住 参长喜乐 保罗在监狱当中 是正面的愁苦 他说他还是有一个 忧愁的喜乐 在监狱当中的那个喜乐 他说与我是什么呢 他说与我并不为难 与我并不为难 弟兄姐妹在他的里面 他已经得到这个秘诀 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 处悲剑 我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 也知道怎么样处悲剑 谁是谁在 我都得了秘诀 所以弟兄姐妹感谢主 经历了这些困境 让我们经历 在困境当中的喜乐 弟兄姐妹我们就看见 没有一件事情 能够再把我们打倒 因为靠着那加油力量 我凡事都能做 我们也可以照样得到 保罗所经历 所得到的那个秘诀 他就是可以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里面 他都可以得到一个 不能够震动的喜乐 感谢主上帝恩高 在你的身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恩在你面前 也许现在 我们正在 有一些弟兄姐妹 正在一些困境的当中 也许是家人的重病 或者我们也正在 主要也许亲死的关系 或者我们正在 财务上的困境里面 主要求你恩待我们 主要感谢你 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有主的人 我们不用害怕 因为你即便在 在极大的困境当中 或忧愁里面 你仍旧可以靠着你 可以仍旧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喜乐 主要感谢你 谢谢耶稣 祝福地兄姐妹 特别在困境当中的 弟兄姐妹 主要你安慰的灵 充满在他们的里面 主要奉主耶稣基督的灵 释放他们 主要当心被释放 他们的环境 就会有一个很奇妙的转变 主感谢你 谢谢耶稣 感谢你 每一个日子都是新人 每一个日子都是美好的 主要感谢你 只有祝福 没有咒诅 祝福我们每一个地兄姐妹 听我们的祷告 奉觉出基督的名 Amen